经常开自动挡车型的朋友肯定都已经注意到了 在我们的挡帮旁边都会有一个M挡 上面写着M加M减 我问了好几个开自动挡车的朋友 结果大部分开了几年甚至十几年自动挡车型的老司机 都只是知道M挡可以像始动挡一样自己加减挡 但是都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M挡 更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M挡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M挡如何使用 我们先说一下起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使用M挡 我们现在是在P挡停车的方式下 我们先踩住刹车 然后挂D挡 然后向左推 挂住M挡 同时仪表盘显示挡位1 然后我们可以松开刹车就可以起步了 松手刹 然后我们松刹车就可以起步了 车机位已经走了 现在是M1挡 在车辆的轻驶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随时把挡位由D挡切换到M挡 不需要踩刹车或是油门 我们现在切换一下 从D挡然后向左摆 现在是M挡 然后现在是M1 我们又可以手动的加挡 往前推就加挡 M1挡 2挡 3挡 4挡 M1挡 4挡 然后退挡 3挡 往后退 退挡 2挡 M1挡 退挡 然后向右摆推出M挡 回到D挡 知道了如何使用M挡 我们再说一下M挡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第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 如果你突然发现刹车失灵或者是遇到定速循环无法解除 如果一直维持着高车速肯定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从D挡切换到M挡 然后一挡一挡的往下降 利用发动机和变速箱来进行制动 这样车速就可以稳定的降下来 第二种情况我们经常会遇到就是长下坡的路段 如果我们在长下坡路段使用D挡 即使我们不踩油门 车速也会越来越快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踩刹车 刹车片就会因为摩擦时间长导致过热 影响制动效果 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刹车失灵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由D挡切换到M挡 然后逐机降挡 利用发动机跟变速箱来制动 维持安全车速 这样就算我们不踩刹车 车子的速度也不会越来越快 这也是自动挡骑车下长坡推荐的一种驾驶方式 第三个就是高速超车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车速本身就比较快 很多时候就算我们把油门踩到底 车速也踢不上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挂入M挡 然后降一个挡 这时候车子的动力会更足 提速也会更快 很多开手动挡车型的车主肯定有这种经验 不管是下长坡还是高速超车降挡 对于开手动挡车型的车主来说 这都是习惯操作 但是对于习惯了开自动挡的人来说 比较复杂的特别是新手司机 掌握不好挡位和速度的匹配 反而会对变速箱造成损伤 所以我还是推荐开自动挡车型的车主 如果不是遇到特殊的情况 还是尽量不要使用M挡 以免造成无操作